张国荣想见他,白龙王马上拒绝。一个月后他就跳楼了。事后龙王透露原因,真是太惊悚了。 在中国有一种职业叫算命先生,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唯物论的普及,现在这种人比较少见,但是生活中仍然有奇异的事情发生,在一些地方也依然有号称能消灾解难的大师。 经常关注娱乐新闻的朋友可能听过白龙王。 有关白龙王的传说甚多,若是不信,则当作故事听,是茶余饭后不错的娱乐。 据文曰,在18年前,香港娱乐圈中人相识兄弟首先开始向他求教,香港娱乐圈不少大哥大姐因为得他指点达至屈极弟兄之校。 不少娱乐圈明星都去求教,都以白龙王为事业上或私人上顾问。 娱乐圈之中,像刘德华、成龙、谭永林、梁朝伟、舒奇、任贤奇,不少艺人都对他赞不绝口,说他欲知未来,又可带来好运。 梁朝伟更是白龙王的入世弟子,特别的白龙王后外,曾祸摸头灌顶,含火蜡烛吹烟家运。 白龙王原名周亲男,祖籍广东潮州,生于1938年,泰国土生土长。 传他13岁时称见到道教太上老君旁边的白龙王显灵,到40岁受白龙王启示发现自己是白龙王脱氏,于是走到巴比亚一处名为拉叉的地方,在草屋内微信种植点迷津,名气渐渐传遍港台新马华人圈子。 当年林建月投资开拍《无间道》时,特地请白龙王改戏名,当时电影原名《无间行者》,但白龙王表示片名最好三个字,他便在五六个片名选中《无间道》,林建月更邀请白龙王亲自从泰国来港,主持电影《开镜拜神仪式》,结果票房尽收5000万,又横扫各电影颁奖礼奖项。 从此事无大小,包括大小项目的投资计划、动土、开镜、改细名等,林建月都必先征询白龙王的意见,为表尊敬,每年农历一、五、八月更立必拉大队到位于泰国市拉差的白龙王庙,出席大型参拜活动。 张国荣跳楼前一个月朋友见他郁郁寡欢,曾提议介绍刚好到香港的白龙王与他见面,张国荣一口答应,但白龙王一听到张国荣名字后,却将他拒于门外。 后来杨寿成在自传里曾写下其中原因,白龙王之张国荣在劫南逃,所以不如不见。 另一个对白龙王百分百信奉的是书琪,自从书琪每年都拒拜白龙王后,事业就越来越好。 2006百龙王替他做加强事业运一事,之后,书琪的事业果然顺利,但爱情却空白,书琪曾问爱情运势,被驳回一句,先雇好事业就可以,爱情暂时不要考虑。 2005年南亚发生大海啸之前,一名香港的信徒在12月26日前曾经前往拜见白龙王,当时他指点泰国将有大灾难,要他快离开泰国。 没想到真的发生南亚大海啸,让他惊讶地赶紧宣扬神迹,感谢地说住还好我逃过一劫。 这些年找过白龙王的明星不计计数,2013年白龙王病逝,包括导演王晶夫妇,刘伟强夫妇和香港英皇老板杨寿成夫妇等到灵堂送最后一程。 梁朝伟,刘德华,曾志伟和任贤其等人都前去白龙王灵堂祭拜。 无论信与不信,白龙王对这些明星的提醒至少能够指引一些做人道理,白龙王经常会说一些人要有善心,有孝心这样的训诫。 最著名的一条就是他曾说,父母才是真神,对父母比神好一点,一切便顺顺利利。 请不吝点赞,讨订阅。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